各位好 歡迎加入9月10號的大愛午安新聞 我是林國昕 何況新聞來關心的是 天氣還是不穩定 目前我們透過天氣圖來看到 台灣附近是持續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也就是畫面上這個紅色字母L的部分 代表是低氣壓 所以各地下雨的機會還是很高的 氣象預報就顯示 台灣這邊的低氣壓有向東延伸 所以各地的雨量是偏多的 白天的時候 陸地上的熱對流容易有大雷雨出現 尤其中南部地區下雨的情況 還可能會持續到了晚上 從微信圖上來看 整個從廣東沿海一直往東延伸 這邊雲量比較多的地方 大致上就是低壓帶的位置 台灣就還是在低壓帶的附近 不過主要的影響是以中南部地區為主 雲量明顯偏多 也會有些局部的短暫震雨出現 對於北台灣這邊的話 雲量是明顯偏少的 大致上是為傾倒多雨 午後雷震雨的部分 整個中南部地區及各山區都還是會有 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特別是在彰化以南 可能會有短延時的強降雨 北部及以南花蓮的朋友的話 會受到偏弱的偏北風影響 其實是有些乾涼空氣 天氣是比較穩定一些 水氣也比較少 所以午後大概只有在山區會有些局部雷震雨發展 明天開始一直到下周 大致上天氣都比較單純一些 從這個一周預測圖上 還是在低壓的附近 不過這個低壓隨著時間其實是逐漸的減弱 越過到一直到下周四呢 這個高壓會逐漸的增強往西延伸 國際新聞來關心北非國家摩洛哥強震的後續消息 規模6.8強震的深度只有26公里 發生到現在已經兩天時間了 正央在距離中部城市馬拉卡什西南方 大約是75公里 劇烈搖晃 導致有大批的建築倒塌 建築遺跡毀壞 離難人數已經超過2000了 受傷人數也有2000人左右 摩洛哥王氏就宣布 全國將半期哀悼三天的時間 沒有單價只能先用毯子搬運罹難者 偏遠山區由於時代不足 只能先用草席棉被將罹難者安置在家門前 等待進一步救援 北非國家摩洛哥八號當地時間深夜十一點多 發生近一百二十年來最強震 規模六點八 是釀成大量人員傷亡的主因 摩洛哥主鎮發生至今已經快要三十個鐘頭 七十二小時的黃金救援時間快要過了一半 焦急等待的家屬只盼能盡速傳出好消息 漢死神搶命 搜救隊持續救出受困民眾 摩洛哥王室宣布全國哀悼三天降伴棋 但傷亡人數恐仍將持續攀升 在新聞 武貴真編譯 摩洛哥強震死傷人數不斷攀升 目前當地最缺乏的就是裝罹難者遺體的失袋 加上不少民眾住在偏遠地區 房屋結構非常的簡陋 因此無法確認實際的傷亡情況 因為如此基於人道考量 跟摩洛哥斷交的鄰近國家阿爾及利亞 宣布要開放領空 讓醫療救援的航班能夠通行 另外國際間包含了法國 西班牙還有土耳其等國 以承諾將會提供相關的援助 面色凝重 菁英團隊和搜救犬集體待命 德國聯邦救援機構 準備派出48名救援人員 趕赴摩洛哥救災 一方有難十方持緣 除了德國之外 還有西班牙也集結三支 志願搜救隊前往災區 包括31名消防員和13支救難犬 要趕在黃金72小時內強救人命 甚至連已經斷交的鄰國阿爾及利亞 也把恩怨情仇放一邊 表示救人要緊 會開放領空 提供人道和醫療航班使用 西班牙國家足球隊展開訓練前 默哀一分鐘 表示對摩洛哥的支持 遠在法國的摩洛哥人 擔心家人安危 有人緊張到睡不著覺 也表示要盡一份心力 正在印度參與集團體的各國領袖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王楚 莫罕默德 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內 紛紛表達慰問與哀悼 我們在今年有一個很幸運的議員 在今年有一個很幸運的議員 我們希望大家在紛末哥的旅程中 我們在紛末上的旅程中 都在紛末上的旅程中 都在紛末上的旅程中 并协助运送伤患 大灾线前不分你我 绽放旗舰援助摩洛哥 人性爱的试炼 在这一刻分支踏来 大爱新闻领域方编译 不只摩洛哥 最近国际间地牛市频频翻身 透过整理可以看到 先是9月7号 南美洲国家智利 以及南半球的纽西兰 都剧烈摇晃一下 那么最新一起地震 是在印尼 昨天传出规模6.0的 极浅层地震 画面中可以看到 临近镇央的村庄 居民是非常的惊慌 赶紧要逃出家门口 也因为担心余震不断发生 他们根本不敢回家 印尼当局 观测单位就指出了 这起地震 并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再看到 夏威夷的茂宜岛野火 皆满一个月了 重灾区的拉海纳镇 依旧是一片的焦土 美国各地的志工 现在是大动员 到连锁超市的门口 募集民众的爱心 要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援助夏威夷 民众爱心满满 大火无情 人间有情 美国内陆慈少 利用休假日到超市门口 募爱心 慈少 杜文雅的爸妈 行动支持 也邀请不吝 希望给他们一点点帮助 因为在家中 像火灾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 有一天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非常的愿意 为这些灾民做一点点小事情 摇下车窗捐款或是坐在轮椅的奶奶 献出一份力 都是给孩子们最好的鼓励 看到这些家长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连工作人员或者是小朋友 就是都能从内心里 就是帮我们捐款项的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感动 很多人都失望了 很多人都失望了 所以我们只是想赚钱 帮助这些人 赶紧回到他们的身上 祝人是最好的美德 两天目得的款项 易住灾区 一同渡过难关 大约新闻 这是美之工 杨光辉 蔡红黎 张瑞龙 张慈师 美国报道 有心有努力就会带来契机 即使面对生命挑战 也能够开创出另外一片天空 南部这位听语仗者彭玉珍 她和丈夫从事玻璃工艺 都突破先天的限制 挑战拍影片做直播 玻璃上的胶带呈现纹路凹槽 装脸上色彩就能静摇烧纸 经过三天摇烧冷却 再次打开 平面的玻璃成了立体的琉璃花器 玻璃工艺师黄景棠 擅长回收玻璃创作 酒瓶雕佛像也将酒瓶烧作器皿 创作时妻子彭玉珍直播辛苦的过程 然后王老师会为我们的天照如好喷纱 就是利用青钢纱把纱纸挡 彭玉珍是绘画老师 也将画工融入玻璃创作 现在更学着做直播 她说话的语调略平 是因为天生有听觉障碍 带上助听器依然听不清 做直播靠语言表达 但她并不怕 我想要走出去 毕竟说这个世界已经是网络的世界了 慢慢地克服自己的心理 跟我的语言的障碍 让大家看到我的成果 为肖米天生的阻碍 她参加劳工局的网络行销课程 她去年从高斯大美术所毕业后 能够克服身体的障碍 并做好心理调试 才能够成功在中年创业 这份勇敢还有行动力 是很棒的一个学习典范 我也是很惊讶 因为直播好像是要走在前面 她就有PO出来 我说还不错 即使她的听觉世界只有杂音 但期盼能在网络世界发生 挖掘出更多支持创作的能量 大爱新闻 陈一珍 郑瑞平 高雄报导 下段新闻 带您看到印尼大爱学校 欢庆20岁的校庆 这些年来翻转许多大爱村民 还有学生的命运 这股正能量持续当中 休息一下三分钟之后 再回到新闻现场 便宜一位护士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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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扬入虎口 手机 毛骨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日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 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 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是恐惧 痛苦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这是别让我们看 注意 看 你看 谁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失其肉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在看到的是 一管热血可能会是救命的希望 台北万华区的慈激志工 举办了造血干细胞 咽血建党活动 很多年轻朋友来响应 让慈激骨髓资料库 多了新血轮 一个个的年轻人 陆续进到万华靖司堂 他们不是抢牌 什么限量商品 而是有爱心人物 吉祥月 万华慈激志工 把祈福慧 化作对血液病患爱的行动 郭芳成刚成为大学新鲜人 咽血建党 是他送给自己的入学礼 你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而且就是你是愿意去做的 如果有配得到的话 可以帮助到人 把自己的善分享出去 其实不见得会得到善的回报 但是我觉得 至少你把你的善提出来了 那他有感受到 其实我觉得人就会有变化 从事疫警超过20年的赵俊成 多年前就已建党过 只是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配对成功 因此他想把救人一命的期待 传播给更多人 救人一命胜到气体糊涂 这个是我们从小的一个观念 那能够帮助到别人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 所以今天也号召几位朋友 就一起来参与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一支支的血液样本 有可能带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重生 这股爱的能量 需要更多人一起溢住 带新闻知识美志工 徐树摩 杨玉珍 庄淑珍 邹壮毅 台北报道 做好事 企业也一起来响应 此期骨髓干细胞中心 跟远传电信业者合作 举办了造血干细胞建党活动 也破除民众对骨髓捐赠的迷思 吸引许多科技人 晚秀咽血 希望有机会可以拯救血液疾病的患者 从没想过有一天 只要一管10cc的血 就能成为血癌患者的救命心化 我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就是它的确是一个 蛮快就解决的事情 然后就是比原本以为会很 就是时间要很长 然后可能会很痛 但其实就是很快就结束了这样子 刺激骨髓干细胞中心 常年推动造血干细胞建党 在电信公司上班的洪一辰 抱持这份助援信念 筹备三年克服不少困难 才让活动顺利进行 如果能够在我们远传办这个活动 我想会是最好的 那所以在我们资深协理 林卉山协理的支持下 那我们就三年的努力之下 就让我们总监局 答应能够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以前大家的印象 连我自己也都说要从骨髓来抽取 那所以这个可能对大众来讲 这就比较难 难度比较高 但现在只要透过这个抽血 那这个是简单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不仅有意义 还要打破民众对骨髓捐赠的迷思 捐赠者就是不用再捐骨髓了 就是可以透过比较轻便简单的 做一个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赠 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帮助到别人 今天所动员的我们的慈激志工人数 有将近40位 那希望能带动整个台北内湖科学园区的 这个公司行号 都能够因为远传的这个宴血活动 带动这个扇的循环 我没吃完就没吃了 扇的循环靠一个人有限 想在科技园区开支扇业 还需要大家的热血响应 大爱新闻雪英豪台北报导 农历七月接近尾声了 持续传递七月式吉祥月的观念 先看到台中清水金司堂 还有东大金司堂 都举办了吉祥月的祈福活动 同时也推广斋戒不杀生 祈愿善一 金额善活 今年二月祈用的东大金司堂 首度举办大型活动 郑远老师又说 我们多一分的爱 就多一分的福 就可以减一分的三 农历七月消灾积福的方法 并非祭祀杀生 而是如素护生 习俗都是七月是鬼月 但是今天来参加 这个孝心夜分身感觉 其实我们七月是一个好的月份 然后我们要珍惜 我们现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活说父母恩仇南报君 它里面开示着我们 如何对我们的父母的孝顺 为我们的父母赐灾戒 清水尽司堂 法师说灾戒的功德很大 一是用科学原理来背书 书下去有很多事业 纤维术的威脸 底面的生态 往往会做的好远 它就大伤来 想象机会就会少 我自己吃素水已经吃三十几年了 我吃得很精汤又漂亮 还有今年的吉祥月祈福 在高雄的大辽特别有意义 因为大辽共修处成立十年 这十年来 亲子成长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们这回还变成庄严的县贡人员 吉祥月劝速话剧 从台上演到台下 包大人与民众近距离互动 亲子班学员反映最踊跃 来 包大人能力哦 一概变成 没想定着 没想定着 对对 答对了 亲子成长般在高雄大辽区开课十多年 有些学员已成为庄严的县贡人员 明亮 这是我第一次从 原本是台下的观众 然后到我成为一个 这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其中一份子 我想要把这个县贡人员做好 参加了十年的课程 宋伟志从童年懵懂 到成为新一代青年志工 享受着付出的快乐 而大辽共修处成立也迈入十年 当我们越来越凝聚的时候 我们有了这个道场 是因为很多的上人子 上女人 不止上人 十年来每次吉祥月 众人齐聚 透过共修处 让慈祭法脉深入社区 也打造了老中青三代志工 都能复出的大家庭 大爱新闻真上面志工 高雄综合报道 新闻镜头再来到印尼 印尼慈祭分会 为印尼大爱学校 举办了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 学生们是透过各种的文艺表演 展现宽恕还有人文精神 同时全校师生也虔诚祝福 学校二十岁生日快乐 每一个人一颗兽陶 全校师生祝贺学校二十岁生日 各个班级师生双手合十 全程祈祷 献上满满祝福 在慈祭进司堂 中华传统舞蹈 打鼓 各种艺文表演展现学校 多元文化的融合 不只有成果表演 二十年来 与学校同时成长的 还有师长的投入 阿玛特教导国中生 伊斯兰宗教科认同慈祭理念 承担使命 学校的新建翻转了大爱村民和学子的命运 这股证明量持续 共同迎向下一个二十年 大爱新闻 郭嘉文 汉达尼 印尼报道 为您插播 最新的消息 基态建设在台北大直建爱 日前因为施工不慎 酿成临近的房屋下线 事发进入第四天时间了 现场灾区抢救了最新进度是 台北市政府督发局的局长王玉芬 上午接受媒体联合访问的时候 她说到 预计现场的工地 在今天下午五点就可以完成 坍塌填平的作业 后续将进行道路 还有人行道的部分 另外这个道路的部分 布设好相关的管线之后 就会连夜来进行填平 以及人行道的施工 再来关心的是 天气相当的不稳定 尤其中南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今天午后依旧会有剧烈的雨势出现 也因为这雨下了好几天时间了 提醒您这个积水一定要清除 避免病霉闻的滋生 因为最近这个登革日疫情又再度升温 而且还严重的拉紧暴 到昨天为止 本土登革日病例 一共有5913例 其中24例重症 9例死亡 与台南市 这病例数是最多的 达到5200多例 云林县排名第二 有329例 高雄市第三 有200多例 全台分布 现在除了基隆 宜兰 花莲 还有台东以外 其他15个县市 都出现了相关的案例 一定要特别的当心 继续来关心今天下午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 午安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看见福地生意 我是林国新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